全台湾第一场宝可梦活动 今天在台南热闹登场 而这次活动范围跨越九大行政区 号称规模是最大的一次 不但会有30条抓宝路线 甚至有机会捕捉到坐骑小羊 还有爆炸头水牛等等 23只稀有的宝可梦 在指定的地点 还有皮卡丘遮阳帽让民众领取 也吸引大批玩家都到台南来抓宝 拿到皮卡丘遮阳帽 民众恶话不说 立刻带起来拍完照开始抓宝 看到坐骑小羊 玩家们赶紧先喂食他 再丢出宝贝球 成功抓到稀有的宝可梦 民众好开心 因为坐骑小羊是首次在台湾出现 另外还有爆炸头水牛 戴着收敛帽的衣布 就是有一部戴帽子的衣布的任务 台南的每个地区都有 是艰辛的坐骑跟那个火爆 特殊就是他有台南的 那个安平古堡的背景 荧幕上背景显示安平古堡 玩家觉得很特别 全台首场宝可梦活动 9号10号在台南登场 这次横跨了9个行政区 从安平周西区到盐水旗鼓 总共有30条路线 玩家们可以玩遍各大景点 台北 他是为了抓宝可梦这个台南 他打算来玩几天 三天两夜 我从澎湖来的 就为了抓宝可梦吗 顺便旅游一下这样 看花灯这样 那等一下会租车 然后开始跑点 宝可梦出现在哪里 玩家们就要往哪里走 短短两天的时间 要抓好抓满 绝不错过这场难得的抓宝训宴 记者在台南的采访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